赵丽颖来这农村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早些年她一直在跑龙套 生活艰苦却一直没有放弃演艺事业 最终在她的努力下成功得到了赏识 出演了不少精彩的电视剧 她也从跑龙套演员变成了 有一定戏份的主要角色 直到她出演了花千古才让她一战成名 因为她剧中的表现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所以直到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叫她小赌 不过这个俏皮可爱的名字跟赵丽颖的确很般配 而自从赵丽颖红了之后 各种资源也纷纷主动找上门了 就连娱乐圈的毒蛇金星都邀请赵丽颖去参加金星秀 可以看出金星是有意而为之 节目中早已挖了很多坑等着赵丽颖 想测试一下这位小姑娘到底怎么样 看过这当节目的人都知道 如果反应慢过情商低的人 肯定是杜苗如年早就气得不行了 节目中金星从前到深问了赵丽颖很多问题 随着话题的聊开金星也试着挑战赵丽颖的底线 其中金星就问了赵丽颖一个很露骨的问题 调侃到你的户口还在家乡吗 本身赵丽颖对自己农村人的身份并没有掩饰 但金星在节目中公开这样说实在是很挑衅 但领宝却非常镇定的回了金星三个字 你猜呢 短短的三个字既显高情商 也算是很委婉的对回去了 毕竟金星是前辈 再怎么样也要尊重一下 而赵丽颖回的三个字既像开玩笑 又像在说 关你屁事啊 所以金星也懂得赵丽颖的意思 心里也对赵丽颖称赞了一番 随后也就没在为难赵丽颖 赵丽颖在娱乐圈混了这么多年 从小角色到如今的流量小花旦 其中的奸心可想而知 虽然领宝看起来天真无邪 但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吃了这么多苦 他的内心肯定是不简单的 所以这样漂亮又机智的领宝 值得大家为他点赞